在比較優勢的時候 我們平時就用最多的時間去處理這件事 首先心裏面有一個印象就是 比較優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低一點的成果去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說我們要聰明一點的做那件事 相對地 不是說我所有事情都會聰明 而是我在我可以做士多啤梨蘋果橙裏面 如果我做士多啤梨和蘋果都不行的話 那我做產就會相對地低一點的 就用自己的角度去看成本先 接著再和其他國家去比較 好了 當我們去比較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其實呢 每個國家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因為就算最厲害的國家也好 它只是有有限的資源 它不可以所有事情做完 所以它只能做最厲害 自己最厲害的那樣東西 可以嗎? 它打球也可以踢球也可以 好像Michael Jordan 打籃球也可以 打棒球也可以 但是它只會最後做最厲害的那樣東西 它不可以同一時間在兩邊出現 好了 所以我們看看 如果要比較優勢的話 我們有幾個步驟 一 這個必然的 分完表之後 sorry 寫錯了 分完表之後 我們之後呢 就做機會成本 因為要做了表 我們計算機會成本才知道 那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我才知道誰怎樣擺 好了 計算機會成本之後 下面有一堆東西就可以找到出來的 OK 所以如果無論問題問什麼 譬如最好的問題問什麼呢 就是誰出口誰入口 OK 就憑著比較優勢已經做到的了 OK 這一個就是機會成本 它問你 跳過了 直接問你貿易得益 其實也是計算完機會成本 就可以找到貿易得益的了 OK 可以嗎 只要有一個我們叫TOT 只要貿易得益 即是有一個價錢給你 就算到的了 OK 好了 接著如果去給你 算完機會成本 直接可以放進貿易範圍 OK 最後 它可不可以進行互惠互利的貿易 有了一個機會成本 接著 它可能會給你一個運費 在這個位置 OK 接著就問你 其實因為你有了機會成本之後 你知道總得益可以是多少 接著你就會知道可以吃到多少運費 OK 好了 這裡已經有點深了 一會兒當然不會說太多 OK 好 如果我們是這麼說的話 就是說整個表格的做法是怎樣 第一 分了表 第二 其實我們要在表裏面 要留意資源 不過今次是百分比 留意 是百分比 我不是再看數量了 OK 它們用的比例是否一致的 即是五十五十還是一百 那這些就叫做一致 好了 一致就可以計機會成本 OK 這個是同一國家 同國 就不同物品 是不是一致 就是說是不是在奶茶和牛奶上面 用相同的百分比 OK 就不是澳洲和香港 是不是相同的百分比 OK 好 接著 產出 就是機會成本 好了 我們要計機會成本的時候 就要知道不同的表 產出表和資源表 就是誰擺 因為做份數 那誰擺頂 OK 產出表 就是我們要賣給別人 OK 別人是大佬 我求他 OK 所以就把別人放頂 資源表我們生產 別人給我 OK 我是大佬 我是大佬的話 我就踩著別人 把別人放在我 我的底裏 就是憤怒那裏 OK 好 貿易獲益 或者是確定可不可以有戶外貿易 這一堆東西都可以之後做 OK 好了 現在講完之後 很抽象的 那我們實際就做一條 OK 好了 拿回這條 我先拆走這些東西 妨礙我 好了 在這條裏面 就是資源表 剛才我們分了 資源表 OK 好 接著在這個資源表裏面 我們要做些什麼 我們如果要計較小的話 就要計機會成本 我們要計歐斯 好了 計歐斯的話 首先我們要知道 這個表裏面 資源的比例 是不是一樣 好了 他說一單位之 一單位的 產出 OK 就是用這個資源 OK 好 我知道最後一個比例 上面這裏說 是相同比例的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了 可以直接計機會成本 好 計機會成本 因為資源表就是我們做大佬 別人求我們幫他生產 OK 好了 所以我們就做大佬的時候 踩別人下來 什麼叫踩別人下來 看著 如果我想計算奶茶的機會成本的話 就是將自己 二 將別人放在我們腳底 將八 放下來 OK 好了 你說 喂 我將哪一個數字 放在自己的腳底 好 記住 你這個十字怎麼寫的 中國數目指十 是不是 這個這個表 這個就是十字表 十字就是先還 後值 先打橫 計算機會成本 再打直 找個比較優勢 OK 好了 所以你就將隔離 相同的國家裏面 那一個另一個產品的產出也好 之餘也好 擺在自己的腳底 OK 好了 所以我就會計到多少呢 二分一 四分一 零點二五 OK 好 接著調轉 這個八 我想計牛奶的機會成本就是八 將別人的二 踩下來 就是八 超過二 所以 計算到機會成本就是四 可以嗎 好 同樣道理 隔離 將十 放進去 OK 澳洲的奶茶就是二 超過十 好了 所以你會計到是零點二 接著 十 將奶茶這個二 放進自己的腳底 所以你就會計到五 好了 這些紅色的字 就是機會成本來的 可以嗎 好了 先還我們計算了 我們就計算打值 值是什麼呢 就是說究竟誰有比較優勢 OK 比較優勢是什麼 聰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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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點 所以紅色字 我要找低一點成本那個 打值比較 4和5比較 4低一點 0.25和0.2比較 0.2比較 0.2低一點 先還後值 OK 好了 我們找到機會成本 最低的那兩個地方 香港原來 就是做牛奶 是會好些的 澳洲做奶茶 就會好些的 OK 在這個表裏面 好了 接著 哪一個國家奶茶又比較小 現在可以說到 奶茶來說 OK 奶茶 現在我們看到澳洲又比較小 OK 所以答案就會是 澳洲 因為它 是用了0.2個 如果奶茶呢 我叫做奶茶 所以叫做T OK T字 牛奶就是M字 OK 好了 澳洲用了0.2個 M M 為什麼不是呢 阿Sir 0.2在這裏 那不是T嗎 因為要描述 這個奶茶的單位是什麼呢 就是用另外一樣東西的單位 OK 全部機會成本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 是用奶茶的話 就是0.2個牛奶 去表達它的機會成本 這個也是我們常見 不是很熟的 同學生會存錯的地方 要留意自己有沒有寫錯 所以你做練習的時候 你一定要寫 你去對峙的單位 那些東西有沒有搞錯 OK 好了 接著 就小過 香港 做這個奶茶的機會成本 0.25個 牛奶 OK 所以 它就有這個比較優勢 好了 你問阿Sir 這樣寫也可以的 當然不是啦 答題的框架 在這裏 OK 由於 A國 這次澳洲 生產奶茶的機會成本 多少個 是低過 香港 多少個 就是剛才我這裡選寫 不如變回中文字 就是這樣 跟著 因此 有這個奶茶的比較優勢 到最後它就會出口這個奶茶了 OK 就是這樣寫的 行不行 好了 看看有沒有事先 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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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